2021太平洋纵谷马拉松19号在花莲最美赛道登场 清晨5点多超过7000位选手聚集在美轮田径场 完成暖身超市后呢从193线道出发 虽然今天天宫不作美下起了雨 不过还是交不起选手热情 选手们沿着两坛自行车道一路往南 享受台湾最美丽的湘海美景 原本去年要举办的2021太平洋纵谷马拉松 因为疫情影响延到今年的2月19号举行 清晨4点多来自全国各地路跑选手 陆续在美轮田径场集合 准备体验全台湾最美赛道的魅力 市长温家贤感谢选手们的支持 让花莲太平洋纵谷马拉松可以成为年度的重要盛会 而今年配合疫情也严格执行各项的防疫作业 因为去年的马拉松延起 延到今年的2月19号 那今天也在现场美轮田径场来如期举行 那我们也欢迎我们所有的跑者来到花莲 那也真的非常开心 能够如期来举办相关的马拉松赛事 那我们这一届马拉松也是非常多年以来 得到非常多的一个我们马拉松跑友的一个大力支持 那在每一年都有新的一个设计感 那也让花莲的观光有很大的一个效益产生 那我们再次的感谢所有支持马拉松的赞助厂商 所有的好朋友们对马拉松的热烈支持 那我们也希望未来有机会继续来举办相关的马拉松 那在这一次的活动里面 我们给每一个跑者一人一个口罩之外 那也在所有的防御需支里面 也提升了相关的规定跟规格 那不论是现场的防疫 还有补给站的防疫 那我们都有做到相关的指引中心给予的规范 甚至更严格 那我们再次的还是要呼吁所有的跑者 喜欢跑步的时候 还是要遵守疫情规定 疫情指挥中心的规范 来做相关的一个运动相关的指引 那也祝福大家 每一个人永远身体健康平安 那希望疫情尽快的结束 开跑之前 特别邀请到健身教练代理选手们 来运动暖身展颜筋骨 各组选手也在现场贵宾共同名枪下陆续出发 不论是拳马、半马、小马和迷你马 每一位参赛选手都身着尽装 要挑战太平洋纵骨的路线 虽然天空下起雨来 但不减大家热情 大家慢跑在花莲优美的山海环境当中 这也是2022年国内第一场马拉松赛事 也创历年新高有超过7000人来参加 而花莲在地更有许多的企业热情赞助 提供超值优惠 让选手和游客都能够满载而归 这里会幻视报道